三五八出現業績,急升無貨 5%而已,都是急升無貨 最壞時間是否過去,及資源價格會否展開升勢 這一輪美金比較弱 那你說資源價格是不是展開升勢呢? 我又未必同意 那... 說真的,如果你說資源價格見了低位又不奇怪 因為你說會不會大升呢? 我又覺得未必 你說經濟復甦的移民還是... 各有看法 還有,之前都說過 我自己對於每一個國家 全球應對疫症的措施的看法 都不是很一致 大家有不同的因素 各開經濟的步伐 都會有不同 所以呢,其實你說一些小的國家 它快得來 做回經濟 重啟 但你實際上的推動不會太大 對嗎? 你說大陸那些 現在都積極地推 但你大陸的天津人會多 今年不用說了 如果這樣算 其實... 現在你也看到不是很全面復甦 剛剛你記得到8月的平日 那些大陸都是掉下跌的 其實你可想而知 你內循環 其實你內部需求的推動 其實... 不要看得太高 第三件事就是... 因為... 你的水災 其實... 基本上今年... 都發生了差不多半年 但是... 都沒什麼人去講 嚴重性 因為大家可能掩著消息 但嚴重性是很誇張的 意思是... 很多... 華東... 華南... 很多地方的人 可能過去幾年 有些錢 因為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有些人開始就富貴了 但是... 一場水災之後 房債的產就沖了 變回貧農 貧戶 那就麻煩了 那些人就加不上田了 那... 又如何搞呢 由這個農村變成城鎮 加不上田 然後層樓又被水沖了 說真的沖得倒 也不是光斤水泥 意思是... 你那些樓 基本上都是... 本身... 那個水罰很高的 是吧 那如果這樣算 其實你反過來 就是說... 那個... 那一班... 有一大班人 佔的數目都不小 本來有一個虛浮 有錢的 變得去回原形 那... 我覺得其實... 你看到那個... 內地... 說去谷小康啊 中產去推動經濟啊 我覺得... 那你那個資源價格 其實我想... 就算見了底也好 就是... 回升的速度呢 應該不會很快 那... 你看回其實... 三五百 之前我講過的 九元邊是可以考慮買的 你說沒有貨呢 那我就不知道你怎麼看 這個就... 如果你有看我的分析 我講過大概九元的位置是可以買的 頂到盡就穿八元就打靶了 那如果你買了 其實我也建議你... 你... 你... 你後市如果說... 就是... 升不過九元八呢 你都要游泳啦 就是這隻股票 其實... 呃... 他應該就... 捱過了最差的時候 我想... 那個股價我想... 我講股價而已 不是講業務 那些我... 就是... 要再看啦 那你說如果反過來... 就是... 你... 你有貨就好 沒有貨也沒辦法 就是九元邊你就不買 那就沒辦法 是不是呢? 買不到 那變了就是... 有時候可能... 就是想... 想偷位偷得深一點點 就是... 譬如9.1 喂... 可能下多一盒子就有了 那... 上個星期五都是做9.1而已 9.1盒3 那你說可能有時候偷位偷不到呢 那也沒辦法的 那... 但是沒辦法啦 就是如果你不追不追就算了 就是... 變了你就... 看其他一種啦 或... 這樣說啦 其實... 耶... 資源股呢... 耶... 便宜... 可能是...便宜的 現在... 因為你... 衝憬那個資源價格 可能會回升 耶... 我不反對 這個看法 但是你說回升的速度是不是很急呢 耶... 要看金價的,銅價 金價新得急 銅價也會跟著的 否則的話其實都是 是中規中矩 那... 那第二樣東西就是... 本身大陸股呢 尤其是國企 當業務的發展 比較靜 都會有很多拼購、重組的 會出來 其實這些是比較難猜 坦白說比較難猜 但不是不可能 如果這樣計算 留意一下 在最差的時候入市 總比高追 我會對待這個股票的做法 寧願讓它回套的時候買好過高追 金價如果升得急的話 同價也會跟,也會幫到它 就是這樣 你見到金價 也很難跌,回得心 你應該買些金 抖暈一下 整個財產的配置 好過只拿些鈔票 因為鈔票可能貶值也很重要 這樣